你看桃園下車 上車的人 他的層次穿著 跟到竹科不一樣 包括你是穿得很漂亮的 然後那個行李箱我在看 都是名牌的 那就是真的是很有錢 你這樣受觀察的這麼入圍啊 沒有啊 房地產就在看這種 細微的地方啊 所以很多竹科人 他真的不懂得消費 他們會賺錢 還有很多有股票 股票鼓勵 那就去買房子 然後竹科的那個家庭主護 除了照顧小孩之外 就是看房子 有一些比較大的建商 他們還是有屯這些土地 所以他在20年前取得土地成本 因為我們就有訪查到一個個案